川普机密文件审判无限期暂停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人们广泛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这标志着川普迄今为止 在对他的四项主要指控中 可能取得的最大法律胜利 原定于5月20日举行的审判被推迟了 坎农法官给出了他的理由 即尊重川普的正当程序权利 并符合公众对公正高效的司法管理的要求 特别检察官杰克 史密斯曾敦促坎农将审判延迟至7月 并在本月早些时候提出了他的理由 川普的团队则主张应该在11月选举之后 或至少在8月之后举行审判 坎农部分地将延迟的理由归结为 需要遵守涉及机密文件的所有案件 都必须遵守的机密信息程序法CIPA 坎农写道 法庭还确定在解决尚未解决 和即将出现的各种和相互关联的 审前和CIPA问题之前 在这个关键时刻 确定审判日期的最终性将是不慎重的 并且与法庭全面和公正的考虑 法庭前挂起的各种审前动议 关键的CIPA问题 以及需要进行的额外审前和审判准备不一致 尽管这不是对他的第一次正式起诉 但机密文件暗示与川普的第一场公开法律战 2022年8月8日 FBI探员突袭了川普的海湖庄园之后 首次曝光 这次搜索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并且代表了自离任以来 对川普的第一次重大法律挑战 这几乎是在他的第一次起诉前半年进行的 一年后 他因40项指控被起诉 川普被指控不当处理了政府机密文件 并在离任后将文件带到了他的私人住所 而在政府试图取回这些文件的时候 他不与政府官员合作 做成公司的 Billy探员 我也要给取逐篦 许多人走着